我的腿其實還蠻長 但是腰沒有 腰有點緊 還要自己整個 還要自己整個 上一周真的是 POE的王岸道的紐西蘭慶兩周 錄影子已經結束了 那少沒事 我們上次在節目中 你六十幾周 就再也沒有玩了 最後三天 就是所有的 那個什麼什麼 通通通通進來了 因為他發現就有玩了三天 沒有玩三天 所以通通通都加劍來了 超難的 你就 就很可怕 我幹嘛要 我懂 但是我們 我們節目裡面來了兩個勇者 你們還有繼續玩對不對 我是有玩到最後 對我最後一天 最後兩天就開始衝等 我覺得三天是更困難 因為他是 最後兩天是時間最多 然後他還在那個練等階段 就是格外的困難 因為我們角色都已經完成了 所以說去玩法就還好 那三天先講一下那個過程 就是 就進去的時候 就是全部 右邊那一排就全部都有 對啊 然後就非常的困難 全部都有 我覺得真的很噁心 對 然後就 我是用一個比較安全的打法 用圖騰 燃燒 哦 作樂連結 那個怪劇打圖騰 好像那個史上最無聊流派 對 但是也是很安全 就是很穩 很穩的流派 對啊 兩天下來呢 你的成果 就最後就練到六十人可以抽獎 他真的很窄 你看兩天才兩天 而且是最難的 最難的 兩天六十得而且不死是已經很難的 所以你都沒有死啊 對沒有死 哇 差點死掉 天啊 不是啊 小梅那你六十 你也是六十 你是花了多久 可是我沒有 我沒有一整天都 我沒有一整天都待在電腦前面 所以就是算了時間 小梅跟三天玩起來的難度是完全不同 對啊 小梅就是升級 然後就說 欸 我幾等了有裝備嗎 然後打完之後就說 欸我要打誰了 不是啊 我不能死 嗯 不然是 因為小梅的腳是要在節目上用 所以我們都有幫他打完 他是一直要求不能死 這樣子 那三天就隨便讓他死一死 對 很爛 這個不對等嘛 大家對不對 太難過了 就整個在 那叫組蕾 你最後衝到第幾名嗎 我又衝到第五名 哇 第五名 哇 第五名 那所以有排到這個前面去 可以看一下教主的電腦 可以啊 我再看一下 最後的 紐西蘭慶良州的Race排行榜 我們在看 我們看前面的民視之前 先來說一些故事好了 嗯 就是這位第十名 第十名 他已經死亡了對不對 他其實本來是第一名 而且領錢非常多 但是在結束前的五天死掉了 結果他現在過了 過了整個五天 只有九個人超越他 就是這位第一名 然後這位更可憐 他是我們RC的朋友 他也是在第一名死掉的 然後是在結束的前兩天吧 天啊 兩天 然後他就被我們五個人超越 成為了第六名 哇 哭了 那是不是哭哭耶 其實你現在看到這個 這頁上面的屍體 大部分都是在前十名死掉的 然後被後來的人追過 所以那個第六名 就是我們在上一週節目之後 我們在上一週節目的時候 他還是第一名 他還是第一名 哎呦我們節目之後他就 他就死去 他就死去 哇那你們就踩在他們的屍體前進 真的這樣子踩在他工會會員的屍體前進 這不是我們工會 這是那個賀根工會 那沒差那就沒差 難怪你要踩過他的屍體 你看這個右邊的經驗值啊 他是282236779 我是28255年 我特別練到贏他一點點 因為反正他屍體的氣質 真的很討厭 超壞的 浩人真的很討厭耶 會生氣耶 不是啊 我們也追不到前面了啦 因為四五名的獎勵一樣 所以 就沒差 沒差 他前面都太難追了 哇 就是第五名 可是我們看到前幾名的 第一名的 一二三名都女巫啊 對 又是女巫啊 對啊 其實這次我對我們團隊蠻是好一點 我們團隊拿下四五七三個名次 四五七三個耶 前十名除了我們三個以外 全是女巫 我們三個是貴族、遊俠跟刺客 那其實這次拿到名次的 大部分是女巫跟聖堂無聲 因為這兩個職業玩火圈是最強的 然後我們團隊沒有 都不是這兩種職業 所以也算是 蠻得意的啦 就是我們都忍本職業來拿名次 那可是這次的Race 沒有說職業第一名的獎勵嗎 沒有沒有沒有 就是總排名的獎勵 所以想說是總排名 那當然我們還是要恭喜第一名的那一位 那位叫啥 叫他的名字就大家都稱他為U-Pick U-Pick U-Pick 我們在猜U U-Pick U-Pick 我們在猜U是他的女朋友之類的啦 然後Pick就是小豬啊那種賣萌的稱呼 搞不好他只是他只想罵人家 猜測啦 你是豬 罵 我剛剛以為是 我剛剛以為你們在講說你是粉紅色 他的名字後面的意思就是 Pick U-Pick 那人家看不到嘛 Pick跟Pick怎樣也是Pick這個字 就看不到又遠遠的啊 Need Ice Queen 對他說他要冰淇淋 他想要冰淇淋 他想要冰淇淋 為什麼呢因為第一名有冰淇淋 對 就像我剛剛介紹這個 等一下分冰淇淋給你喔 不是啦 真的嗎 我們介紹這個死掉第十名有沒有 這個是現在第一名的好朋友 然後他死掉之後因為剩下四天 他知道毫無機會 就把剩下所有的東西都送給他朋友 哇 所以我們知道他朋友才能拼到第一 這樣真的是有點小感人耶 對啊 像其實我們那個Q&A的朋友死掉 他也是把東西全部送給同工會 所以我們都現在還活著 其實都是繼承了一些朋友的遺產 繼續戰鬥下去 就繼承他們的遺物 這個叫做 遺將功成萬古窟 你知道嗎 那人家沒有給你東西嗎 有啊有啊我收到很多 喔原來你也是有 得到人家一路 原來不錯啦齁 還是用盈威協迫人家 你知道嗎 欸這開始實況 欸大家我要衝第五名 最好是趕快 你知道就是給他 就是他現在不能打算 你要收人家一路說 你一定要為了我 就拼上去啊 我是教主 欸真的欸 很多人就說加油衝到第一 就不太可能第一啊 差那麼多 壓力很大 你的後輩有很多朋友在支撐你 有點像熱血蠻花 熱血蠻花的 對啊 那個獎品還是我們再講一次好了 這麼困難 這邊有一個新聞已經出來了 喔 這麼困難的Race 首先抽獎部分 這時候要說一下 我們三位 有人嘆氣了 總共15次的抽獎機會 一個都沒抽到 15次一個都沒有 全共 到底是誰這麼倒霉 為什麼會這樣 天啊 你們幹嘛 你們今天是地獄倒霉鬼 真的 反而是賀哥他們公會 有一個日盒 他抽到了大家最想要的高級倉庫業 組合包丁 我也想要這個 天啊 好多喔 所以他抽到之後 我就把它踢出我們Race 太生氣了是不是 太生氣了 太生氣了 然後最後排名也寫在這 然後他說獎項細節要看這個 好吧我們再開一個頁面出來看 獎項細節 在這裡 好 放大一點 第一名是這個 戶外衣物品牌購物金2萬元 然後冰淇淋最貫券6000元 然後現在惡魔霸主優惠 這是最貴的優惠組 裡面有很多很多很多的特效 然後身體造型 這個身體造型 我們等一下可以看一下 因為我的角色現在已經把它撞起來了 這是一件還蠻超的熊獎 可是這為什麼你會有 因為前五名都有 前五名都有 然後還有這個競賽專屬腰帶 這個等一下也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目前裝上去 會讓你的角色體型變大最多的一件裝備 變大最多的 然後變 可以只穿笑容 也是腰帶 腰帶 腰帶 因為全身一起變大 他沒辦法局部 不能局部是不是 有點小寂寞 然後第二名就是一樣 各個獎項都是少一點點 然後也是四一等的商城特效版 但是腰帶跟這個外觀都還是有 一直到第五名大概都是這樣 所以我們看叫什麼第五名 四五名 難怪你說是一樣 所以你有冰淇淋 對我有一千兩百塊 一千兩百塊 一千兩百塊 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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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捐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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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表情很無奈 表情很無奈 沒有啦 我本來就是打算打到多少冰淇淋 都是請大家吃 耶 反正我一個人 那你要從台中帶上來 就是快遞給我們 沒有我們後來發現 他在台北好像也有店 因為他是最會券啊 很好啊 只是我不太清楚那個地點 那下禮拜就可以吃得到嗎 欸 在節目上可以吃嗎 不行 為什麼 當然要去現場吃啊 才比較那個 我不知道這種東西能不能外達 你是想要跟傑哥偷約會嗎 對 要對我做什麼事情 我冰淇淋起來是不可以讓他隨便約 要是為了冰淇淋可以 哈哈哈哈 等下有冰淇淋 我想說你要不要就是 我有男朋友 我突然說要不要男朋友出院 對 我有點想吃冰淇淋 是這樣子 你為了冰淇淋是嗎 好想吃冰淇淋 那感覺很好吃 然後我們還是要看一下 後面的就是6到10名 其實也有冰淇淋 哦600塊 600塊 然後 大覺醒 這個裡面是包含一個 是大叫型嗎 大叫型 是大覺醒 是大覺醒 這裡面應該是包含一個武器特效 還有一組那個封測碼 嗯 然後也是有腰帶 然後如果是11到30名的話 就是只有封測碼跟腰帶 這個胸甲的特效 它其實有點在製 好酷喔 它就長這樣 這胸甲長得有點 對因為它是一個六連 而且有LED燈的胸甲 就跟我們擺跑 這感覺 有點怪怪的 有點小台 有點像是我們幫我騎近站 前面會裝LED燈的感覺 對 它感覺有點 那所以小梅他們沒有獎勵 對沒有 因為我們沒抽到 你第幾名啊 後來落到第幾名 它大概450名 450名 那因為我剛看了一下 總能數是一萬一千多吧 哇那小梅很厲害 還是在前面的人啊 對 我有450那麼後面嗎 我有61等 61 強調 就是 那要會比較前面一點 竟然小梅要求 沒有 沒有 太像一定一百頁 不要傷害我玻璃心 那要翻到第十幾頁 我最有求知精神了 不要傷害我玻璃心了 不要傷害我玻璃心了 我哭了 小梅乖沒關係 有嗎 小梅到底在哪 這只有441名 哇 你62耶 62級耶 對你幹嘛這樣子說小梅450 那明明還差那麼多 440 這樣我有點傷心 欸 欸 為什麼人家玩那麼少 我也是電到60等就放在那邊了 對啊 可以有抽獎之間 對有抽獎之間 他後面也死太多人了 三天是524秒 然後524 而且玩最無死的聖堂武生 可是一萬多 一萬多可以到前面 我就覺得很厲害耶 對啊 就是 結果後面是滿滿的屍體 對 你會發現60級的角色超級多 因為大家都練到那個時候 就覺得 可以抽獎就算 對 可是你們都沒有抽中 對啊 只要60級就有5次抽獎的機會 對 就你們三個人15次 對 我發現一個規律 規律 我們過去節目都是 都會有某個人抽到獎 是從三田加入之後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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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哪裡怪怪的 這樣講 這樣很快 我啊 我啊 三田 三田到底有沒有去拜拜 你是沒去拜拜 你這樣大家都沒抽到 這樣怎麼好意思 對啊 是我對不起大家 真的三田不行 他幫你再唱 幫你唱歌 快點 要再唱一首 真的要唱了嗎 來來來 我來唱個情歌 我來唱個情歌 不要 你說情獸的情嗎 我往旁邊挪一下 這首 你可以對著教主深情唱 好呢 這首歌我就要對著教主 你可以握著他的手 我快看不下去了 救命啊 那我就要開始囉 請唱 有一個 可愛的小男孩 蠻好的歌喔 好可怕喔 要離開這裡 交錯交錯 好爛 他用雙 教主去哪 教主去哪 教主 偷著我的心 教主臉紅了 哇 恭喜兩位 進城良緣 這跟腳本寫不一樣 沒有這一段 好對不起 爪神喔 對啊 早中回來會把我殺掉 完蛋了 因為我們大家都是很好的朋友 對啊 有一個ID叫做王淳源 網友留言說 沒人發現教主正在懷念爪爪嗎 這回事嗎 我真的懷念爪爪 我現在對爪爪有點不好意思 因為他在這邊爪爪很辛苦 我在國外工作 然後他的教主居然在這邊 那重點是什麼你知道 重點是教主跟四夕他們幾以前 工作的人 然後為了他的老婆去 國外奮戰 他在這邊偷吃 小王你看 有一個IT叫做YAMA打湖FANS的 他說失大的人才別教課 別教課 你是失大的喔 對 別教課 沒有啦 你是失大什麼系的 我是還沒畢業 還沒畢業 看起來好像博士班 這樣是好事還是壞事 所以三年應該年紀很小 二十幾 二十一 那差不多跟我走路 OK 那差不多OK 你比小妹很小 不要講這句話 好歹我明天也是個壽星 明天也是個壽星 不要這樣說好嗎 那你是什麼系 我是工業教育學系 失大工業教育 他們都高學歷的耶 沒有 沒有 有不起 所以你有想要當老師嗎 還好耶 還是想去當禽獸老師 這個也不錯 可以考慮一下下 他想要當老師 然後他的志願之後給人家課後調教 而且他是念工業學系 所以是男學生 誒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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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誒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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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ive在麥卡貝上面Live 我們會在博斯無線台 博斯電玩台播出啦 但是我們僅次在Live之時段 也會送出封測帳號喔 也就是如果我今天不是實況主 不是像小梅一樣 這麼愛收手動資的開實況的話 都不好意思 為什麼這樣 然後這個序號嗎 也是可以啊 達到那個前十名什麼的 你有機會獲得 那要看教主是不是大法慈悲 你要送幾組呢 其實我是每一週都在煩那個卡貝拿人員 其實他們也不能做主 就是要去找國際服務 說能不能送幾組 還要問那個國際服務 他們自己還不能確定 因為他們也要掌控放出來的主數 我懂我懂 所以終於在這週是幫大家要到 以後我們每一集 每一集都會送出五組 五組 很多 每一集喔 像我們今天六二四號 對 下個禮拜是七月一號 對 也會送 下個禮拜三好不好 那當然送不就是 不是說你在上面留言啊 然後說啊 教主好帥 或者是小妹好可愛 或者是傑哥好老 不是 留這些 很老 我個人加碼一組 我才二十幾歲 是嗎 然後心思有沒有 當然會有一些題目 這是算是有講真答 那當然答對的人 可能會超過到五十個什麼之類 當然我們就是一集 送出五組的 不用按到的封測帳號 那這個題目呢 現在不公布 我們節目後段 中段 隨時不一定 所以你要持續鎖定我們節目 我們要公布題目好不好 就是拆傑哥的年齡 或是三圍等等 我們不要亂唱 我跟你們講 小心點 不要這樣到底要怎麼保證我們 對啊 你要 以我為主 講到開心為主 他說傑哥18歲 馬上收他一組 對不對 身分證拿出來看 你要進去 好尷尬喔 好尷尬喔 驗DNA DNA 可以驗出年紀 那三圍怎麼驗啊 那三圍就是 那 現場的樣子 你要叫 三圍 還是教主 你看三圍 三圍想對我做什麼 不要以我必須預計 想對我做什麼告訴你 對對對 我們當然不會讓三圍幫你用這個 手冊 目測的手冊 沒有啦 不然就直接脫內衣就好啦 欸 欸 我只是會講起來 我們這是那個 我是普遍的 你看一下你隔壁宅男的臉好不好 你看一下 害我開心了一下下 幹嘛 你以為要看我是不用付錢 再付500塊 很多人都想要取得對不對 那就繼續鎖定我們的節目 我們待會就會公布題目了 好啦那我們聊完了 紐西蘭慶良州 我們要再來聊聊就是2.0 2.0 今這個禮拜有什麼大改版嗎 這個禮拜就是 我們其實中文論壇 最近也開始有 中文的改版訊息給大家看 因為我們過去都在看那個英文 然後捷歌頭就有了 中文出來了嗎 有中文的改版訊息 太好了 雖然說比較簡單 但是畢竟是個起頭將 這是我們上一週節目的隔天 就是6月18號更新的那種 他改了修正異常段線錯誤 這個就是8個修正 然後更新天賦術 更新天賦術 我們上週有給大家看 英文版的新天賦術 那這個等下有機會 也給大家看中文版的來講解一下 然後再來他是把護體的血弱 就是護體本來殲免 效果是25% 把它砍到現在20% 因為護體太強了 我們這幾週也都有跟大家講解 近戰VS原程 然後你有說 近戰VS現在的確有點過強 然後接著是一些技能的重置跟重新平衡 那我說一個比較主要 就是冰窗師傑跟閃電之傑 就這兩個技能有點太過強大 幾乎所有的法師他都要開這兩個技能來增上 所以他們現在這兩個 對不起 我剛剛都忍住不好 怎樣 法師開這個也有意見就對了 沒有只是剛剛沒有忍住 因為就連傑哥都很憤怒 所以我們就把它削弱了一點點 對沒有錯 為了傑哥 傑哥看法師不順眼 對啊是不是 上面這三個技能是完全被重新製作 像我們也有一個 我們有一集特別有講到閃電星星這個技能 他以前打不到他旁邊的怪 他現在是改成完全打到整個圈圈內的怪 當然在外圈他會有額外的傷害獎勵 是 好那 因為這個技能應該是這三個技能裡面 比較能當作主打技能的主寶之一 所以我們特別做的一個角色 是以閃電星星為主打的 那在稍後的主隊玩遊戲的節目上 我們也會用閃電星星這個技能 來跟三田主隊 大家可以看一下他改變之後會變成什麼新樣子 那這邊有一位網友留言他說 20%還是很OP 對啊 你覺得嗎 也是 其實這個平衡是很難抓的 就是一般我們看到這個POE的改版 大部分都是微調微調 他很少把一次譬如說50%砍到10% 很少這種改版 對他都是微調微調 那究竟到哪一個數值才是平衡 這其實要一個版本一個版本慢慢測 所以才會有所謂的β這樣 了解 第一項修正異常斷線錯誤 這個大家應該記得我們有防錯位的模式 之前開那個特別會斷線 這幾天玩我是覺得有所改善 因為我之前有特別用防錯位的模式玩玩看 大概玩了四天斷了兩三次 平均一天當不到一次 那已經是大有進步了 不過第一句修正異常斷線錯誤 他是不是每次更新都會把它列在上面 好像是 都要講一下 就把複製貼上就對了 那句話 那其他的呢 其他的 修正持續性傷害的平衡 持續性傷害這個 應該也是微調的部分 因為像其實 主要應該是針對 毒雲箭矢跟燃燒兩種狀態去修正 是 因為其實他們一直想要削弱持續性傷害 那可以看到之前有 我們不是很愛用那個火爐流派嗎 那火鍋流那個風險嗎 它不就一直被砍一直被砍嗎 這個其實就是針對燃燒 然後我們2.0有一個很主要的是對元素擴散的削弱 那它也是讓你比較難傳燃燒的傷害 然後這個版本因為很多遠距離的更動 讓毒雲箭矢變成一個超級強的技能 對 因為像我們這個版本來說 有兩個很強的輔助寶石出現 叫做投射物減速跟菩薩 那它這兩個技能在1.3其實沒有什麼人會串 但是在2.0變得超級強 所以毒雲箭矢的流派通常都會串 然後就得到巨大的提升 那就變得有點over 所以這個版本應該也是把它 削弱一點點回去這樣 嗯嗯 了解 欸有一個網友把你剛剛那個技能還取了一個名字 叫憤怒之格 哇這之前 憤怒之格 小妹你剛剛怎麼了 小妹嗆到欸 憤怒之格 我覺得這個 這個也不錯 就是以後 以後打嗝錢 我說我要來憤怒之格 你還好吧 網友真的蠻有差的 會有爆點 圈體傷害 有一點可憐 這招好像蠻厲害的 對啊感覺就好像 平衡什麼 你有沒有不滿 你也可以來憤怒之癖 憤怒之癖 憤怒之癖 不是我要認真回答展員剛的問題 對啊 因為其實我很喜歡用圖騰 就是 火蛇圖騰 所以我覺得應該對我來說應該是會有差吧 就是因為我很常用就是那種法術系的東西 那這種通常都是吃持續傷害很多 哦 了解 所以有人會滿意 有人就會不滿意 對 差不多就是這樣子 就是如何出 如何從中取得一個平衡點 嗯 那三田咧 這次的更新 我覺得他把一些DOT技能削弱是很正確的 因為我 因為我也有在玩2.0 然後他 我現在是就是2.0的話 我真的覺得像撲殺 還有投射物減速這兩顆真的太強了 對 因為原本的撲殺 他是一等的話 他是會扣傷害 就是減少你 是扣攻速 扣原本的攻速 就是會整體減少你的DPS 然後就是失敗一下就會斬殺 但是現在的撲殺 就是一等他就會給你額外的傷害 了解 對 所以他是相對性的是BUFF的一些輔助寶石 所以他就把主力技能削弱我覺得滿正確的 可是你很快啊 你不是 欸 欸 欸 怎麼很快 對啊 我知道他就是用那個啾啾啾啾啾 啾啾啾啾很快 對 這次有個更快的 有個更快 有個更快 死上最快男人的流派 死上最快 這樣聽起來有點小悲傷 比上次的還快 比上次的還快 對 這樣是有點悲傷 這樣有點悲傷 那要看那個囉 看爪爪回來 他有沒有更快 他一次個走快速的 為什麼要比快呢 所以兩個人就在講 我說我要比快 我要比快 啾啾啾啾 我不只那個快 我還可以持久 欸 欸 欸 持久 普遍級 普遍級 對 好 我們要看一下遊戲畫面 看一下更動後的技能寶石 那我先給大家看一下閃電星星變成怎麼樣 因為他不只效果改了 其實連技能的特效都變得很帥 很帥 他會變成怎樣 會亂電的嗎 因為我們剛剛在亂玩 所以我先把我的技能寶石歸位 對啊 你怎麼塞那麼多那個 你在幹嘛 因為我們剛剛玩了一下那個 奇怪的組合 好 那新版的閃電星星它是長這樣子 嘿 就是 這樣子 喔 它就是 其實所有電器法術現在都變得蠻帥的 就是會有一些白色的特效 它以前是比較像藍色 然後也沒有這麼多 像電的那種不規則觸手那種特效 就以前還蠻醜的 然後以前在這個 我們可以明顯看到一個管對不對 內部是沒有傷害 是 然後現在是 整圈都有傷害 但是 這個最亮的地方傷害最高 喔 喔 那可以看到 旁邊那個愛香水的那是誰啊 那就是我 那就是我 那就是三鐵 三鐵硬要取個愛香水 就跟你們說他們現在已經很形勵 分數的一個愛香水 我就知道你會 我又Cue到你會唱 那個愛香水的那個白色衣服就是三鐵 對 那就是我 要繼續回來講解一下這個寶石 我發現它還多了一條新的屬性 是15%機率感變女人 然後它的暴擊機率現在是6% 所以說它現在還可以就是有暴擊的路線 跟不暴擊純感電的兩條路線可以走 對 好那 就是現在等於說是我覺得 我覺得會有三個玩法啦 一個是圖騰流 一個是暴擊流 一個是純感電流 對 那我現在是比較偏向暴擊流 對 那我們等一下就是會用這個角色跟三鐵組隊來 破一下主線任務 為什麼又要破主線任務 第四章嗎 對 因為其實第四章在這次的更新 又出現新的 那個達拉夫人 終於把那個很重要的 那個獵戒裝飾拉在那旁邊 達拉夫人的頑皮 你讓他接不下去 沒有 其實那首歌是同年的回憶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什麼新回憶 頑皮爆 對啊就是它是一個完全沒有對白的卡通 那我覺得蠻有意思 所以頑皮爆是在幹嘛 你沒看過你居然會唱歌 對啊我沒看過但是我會唱歌 你沒看過 你沒看過 有粉紅色 我知道就是有一隻粉紅色的爆 然後它很頑皮啊 你的年齡應該算是 對 你看我的年齡講 我的年齡還在看 沖馬拉斯喔 那一種啊 不是 我是不是看熱血的嗎 不過達拉 你應該有聽過那個 達拉地拉拉 我是一百拉 那是啥 你還聽過嗎 我不曉得 要更久遠了 欸 誰跟自己 爆 因為我昨天才去上小燕姐的節目 對那是小燕姐 所以很早很早以前的 我真的沒看過 對那叫做一百拉 好啦好啦 好 那走也 達拉夫人就是 他 呃 烈界的裝飾 回來 這很尷尬 我真的去上小燕姐的節目 突然想到了 所以昨天小燕姐有唱首歌嗎 那當然沒有 好 那因為三年這個角色比較新一點 所以他還沒有把主線都破完 像我的已經破完 我就看不到那樣劇情 唉唷 他是新增的就對了 對 就是這首新增的劇情 所以我們等一下可以跟三田來破一次主線人物 然後 看到最後那個達拉夫人會做什麼事 好 他會不會把衣服脫光 不會啦 會吧 他會脫光啊 他那個不叫脫光啊 哪叫脫光 好啦 那我們今天要請觀眾朋友先休息一下囉 大家可以再回到劉萬島開實況 馬上回來 馬上回來